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部剧的剧情和同一时间播出的几部电视剧集中的其实差不多 都是甜宠剧 所以很多人都是冲着自己比较喜欢的演员去的 这部剧的主演就是前段时间在《长歌行》中饰演李乐燕的公主大火的赵露丝 说到赵露丝 大家都应该不陌生 《传闻》中的陈千千就是她主演的 她也因为这部剧被大家熟知 而现在这部《一不小心剪刀爱》就是她主演的 她出演的电视剧大多都是这种人设 所以在这种剧对于赵露丝来说是没有什么难度的 本身出演这种剧就是帮公司带新人 接下来就说说赵露丝对这部剧的最新剧情 大概是这样的 目前这部剧的状态就已经开启了超前点播 在前面的剧情中 顾安心因为顾心儿的故意挑唆 本来不在乎自己和林月之间的差距 他因为顾安心的一番话和最近林月的绯闻让自己倍感压力 于是就决定回老家给妈妈扫墓 顺便散散心 找找创作灵感 就在顾安心外出寻找灵感时 走着走着就来到了小时候被绑架的地方 一时间脑子混乱 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的事情 再次醒来就发现 原来和自己一起被绑架的小男孩就是林月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两人开始感情升温 于是两人就开启了同区生活 这次同区和以前林月庄失业的时候可不一样 那时候的两人关系应该算是债主关系 只不过两人在一起相处的日子里喜欢上了彼此 而现在两人则是正式开启了同区生活 不过住在一起 自然会有很多问题出现 两人刚住在一起不久 顾安心发现 林月每天晚上都要和一个人打一通电话 并且打电话的语气就是带着宠溺 还时不时的发出笑声 这种情况任谁接受得了 但是顾安心就碍于两人刚刚住在一起 还偷听别人讲电话 还说出来 不好 就憋在了心里 不过 轻了时间要是发现问题还不及时解决问题的话 只怕会更大 后面的顾安心依旧没有问林月关于电话的事情 而是自己半夜偷偷的用电脑查了林月学生时期的资料 原本是越看越起劲的 但是突然之间就翻到了林月学生时期 亲顾心儿的照片 要不说在恋爱中 女生就是福尔摩斯 以前顾安心就在想 林月的所有密码都是零字一一这串数字 到底有什么寓意 一查顾心儿的生日居然对上了 这难免让他多想了 毕竟自己的哥哥告诉自己 他们在一起过 而且林月有时候也会瞒着他一些事情 得知是这样的结果 顾安心每天魂不守舍 终于在顾安生来给顾安心送东西的时候 被林月看见 触意大起 于是两人就开启了坦白局 仔细问 原来是因为自己每天打电话的事情和密码的原因 经过一番解释才知道 其实每天晚上都打电话 是因为萧衣衫和艾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向她请教如何追求艾力 而自己一直笑也是因为嘲笑笑衣衫并不是宠溺 这个问题解决了 就还有关于林月所有的密码都是顾心儿生日的事情 原来那个密码并不是顾心儿的生日 而是上面说道 两个人小时候就认识一起被绑架的日子 那个时候两人就约定一定要找到彼此 所以林月就一直记在了心里 还将两人相遇的日子设成了密码 而现在的两人也终于找到了彼此 还甜蜜的在一起 有时候就不得不感叹一下缘分的奇妙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精彩资讯在水晶娱乐 敬请关注哦